当离秋以后,月季花应该怎样养护呢? 欢迎们大家好,我是丰盖花卉 现在已经进入了9月份 虽然是白天的温度还是有点高 但是到了夜间,温度已经开始降下来了 当有劳湾差以后,我们养的月季花 就会逐渐地进入快速生长的时期 对月季花来说,秋季不仅是开花的季节 也是壮根养苗的阶段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雨水比较多 气温也比较高,所以苗情一般不是很好 当进入秋天以后,特别是夜间的温度低于25度时 我们养的月季花就会逐渐地进入高速生长的阶段 所以,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一段时间 把肝养好,苗养状 有很多的花有在夏天的时候 把月季花养成一个光感 像这种苗,当白天的气温降到30度以下的时候 建议中间一下 然后把它放在光照最充足的位置 浇水比较太勤,让盆土有一个干湿循环的过程 这样更有利于干系的生长 有条件的,可以给它浇一点植物活力素 或者是土壤活化剂 因为里面都含有矿源黄斧酸钾 矿源黄斧酸钾的作用是促进细胞的分裂 可以让植物快速的生长,先得根系 只有先把根系养好了,苗才会长得壮一点 月季的秋季养根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只有根系发达,枝叶才会长得旺盛 花也就开得更多 再就是,当天气凉爽以后,一定要给它尽气的施肥 平时的肥料可以化到的一号,或者是复合肥 稀释的浓度为千分之一浇灌盆土 可以每隔7-10天使用一次 除了使用素小肥料以外 还要给它使用缓食肥,或者是有机肥 比如说养分 养分也有改良土壤和壮根的作用 要是换盆的,可以插在土壤做底肥 不换盆的,也可以沿着盆土的表面浅埋作为追肥 除了养根和壮苗以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开花和让枝条木质化 所以,当短牙长到一定高度,在开花以前需要给它使用高磷甲肥料 比如说,化妆刀2号,或者是莲刀2清甲 因为所有的花卉都是一样,在开花的时候都是需要大脸的磷甲肥 可以每隔7-10天,页面喷尸一次 这样不仅花开得多,开得漂亮 在降温,也就是冬季来临以前 也会让那些嫩的枝条,没有木质化的枝条,提前木质化 到了冬天以后,更耐寒一点,有利于过冬 再就是,为了预防病存害,增加透气性 最好是把底部,离盆土最近的叶片给它去掉 这样可以增加通风和透气,减少病害的发生 为了避免黑白病,白粉病,灰叶病 我基本上每个20天的时间给它喷湿和浇灌一次,多几零绒液 这样就会避免出现光感 好啦,今天有关于月季花,秋季的养护,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有用,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您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